再看到凤林镇客家家年华 28号将在凤林镇民广场来举行 以客家文化为主轴的一年一度活动 而这次将展现五十滩的在地美食 结合客家的人文丰富特色活动 这次有别以往将以市集的形态展现出 独特的客家风情以及魅力 以青年的角度再次展现客家大镇 不同的面貌还有活力 客家文化代代相传 世代延续 28号将登场的客家嘉年华 希望能够展现出凤林客家大镇的新魅力 透过文化的传递 新硕创意新活力 我们来是不是看可以 透过我们手段的行销 让凤林正的证明 还能够我们凤林更务所的思维 是在贴合的 贴合的我们其实接受灵性的想法 那我们慢慢的来走出 是不是可以走出一条自己的路 凤林正公所将在10月28号 举行客家嘉年华市集 打造客家特色的市集 透过传承 创新客家的新文化 做出不一样的创意与活力 这样子也是一个新的方式 不会像传统宴会 只在宴会厅里面 然后就吃饭做什么的 然后现在变成新人会喜欢 就是像找很多这种餐车 然后在户外 所以说我们这一次就是因为要做 就是因为我们现在想要 赴典客家文化剧 那我们怎么样去把它翻转客家 当然我们工作的能力有限 但是总是要尝试去起个头 那起个头的话 我们再来商业 我们怎样子做 我们的便器效应如何 那我们带动地方百姓的反应如何 那我们事后再来检查 那如果可以的话 我们就是慢慢的 以后的活动 不要刻板的 不要很传统式的 我们有多一点元素性来 让妇女更活泼一点 年轻人更想来一点 凤林正嘉年华市集 将在这名广场热烈的登场 不仅有街头艺人的展演 客家乡土体验的活动 客家美式品尝 农家展示以及市集 摸彩的活动等等 50个摊位丰富的内容 让游客以及乡亲能够感受 凤林正客家大镇的文化传承 来新硕创意新活力 10月28日 凤林来廖 记者凌杰 凤林正采访报导